我不能打我不方便 我不能打我不方便 娱乐圈这是又有新孩子了 二日三日上午李荣浩突然发布称 下午说的大事 此动态一出 不少网友纷纷不淡定了 在其评论区留言询问 你是不是要当爸爸了 你也有一个孩子 李荣浩赶紧澄清 不是不是 怎么诠释这个方向的 其实也不惯网友们这样询问 因为前两天胡歌突然官宣结婚生女喜序 让安静了一段时间的娱乐圈炸开了 随后由国宅爆料称 2023年还有三个孩子的瓜药宝 一个是北京的 三个子 也是一线 一个是女明星和某个不是唱歌 也不是演戏的娱乐圈男星也有一个孩子 因此在李荣浩说有大事要宣布的时候 网友们才猜测他要当爸爸了 据悉李荣浩与杨成林结婚后 夫妻俩一直聚少离多 对于催生这件事 网友们可是一点也没有懈怠 在今年春节李荣浩终于和老婆合体了 不知道是不是生孩子进度也要提前了呢 期待两人早日升级当爸妈 爱体预备开始 我不能打我不方便 我不能打我不方便 叶少勇为叶少勇为 叶少勇为 你给我解释一下原唱都可以抢答 为什么你不能打你不方便 你给我解释一下 你不方便在哪 年少勇为都已经脱口 啊年少勇为 我不方便我不方便 我不方便 我学会了 你怎么不方便 你确实年少勇为 不方便 我不是很方便 好可爱 爱没让人收紧 委屈 找不到相爱的证据 何时该前进 何时该放弃 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只能陪你到这里 毕竟有些事不可以 超过了邮寂 还不到爱情 远方就有下雨的风景 到底该不该哭泣 想太多是我还是你 我眼不负极 也开始怀疑 眼前的人 是不是同一个真实的你 爱没让人收紧 委屈 找不到相爱的证据 何时该前进 何时该放弃 连拥抱都没有勇气 爱没让人变得踏实 直到等待失去意义 无奈我和你 写不出结局 放遗憾的美丽 停在这里 我可能会让你 每时该放弃 只能帮你 对 我可以 都无论 我可以 我可以 我可以